2022年A股如何操作 公募五虎呛茶仙机 风格更均衡 紧盯新能源 2022年继续看好 以新能源为代表的能源革命主线 带来的长期投资机会 这一主线所产生的投资时间和空间维度 可以媲美历史上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而中国在这次能源革命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大量中国的龙头企业 也是全球的龙头企业 因此在国内资本市场上 我们能够分享到行业最好的发展成果 助力国内优质企业加速发展 但是从长周期的维部看 这些产能限制往往是一个短期阶段的现象 长期看各个环节的产能 会跟随着真实需求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最终都能够满足终端需求 根据行业基本面低发展情况展望 未来锂电池的创新需要重点关注46800电池 硅碳负极 磷酸铁蒙里正极 CTP-3TC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光伏方面则需要关注抑制节电池 颗粒硅量产化 大规片等方面的变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基本面角度 我认为不应低估中央稳定经济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经济增长是有保障的 流动性方面 国内货币政策有望边际放松 加之目前仍处于居民财富配置 从地产网权易资产转折的历史窗口期 虎视流动性无忧 对投资者而言 2022年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机遇与风险并存 决定市场运行方向的主线 将从生产力转移到生产关系 在这个大背景下 相信在2022年会有一批具有较强产业竞争力 机遇机制得到充分改善的优秀国企 在资本市场脱颖而出 甚至有可能成为主导全年行情的中间力量